在孩子心中卖下城市的种子 由永鲜房屋主办的第一届城市真文比赛 获得广大回响 在台北市聚赛颁奖典礼上 就有满满的学生与家长 来领取这份肯定与荣誉 我们秉持先诚实再诚家的理念 落实到客户的服务上 也深受客户的肯定跟同仁的认同 因此我们想将诚实的价值观 更加的扩大 及杂根能够到我们的同学身上 所以我们藉由这一次的真文比赛 以及推广诚实的教育 那希望吸手学校的老师 同学跟家长 一起把诚实这个观念把它扩散出去 那让我们社会能够更加下荷 到场为获奖学生 送上祝福的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认为 在网络虚拟世界发达的今天 城市的价值更应该被凸写 诚实其实就是一个做人从小到大 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但是当这个社会越来越因为现在整个时代的变化 再加上很多大家都可以躲在键盘后面 就会发现诚实这个价值更需要 透过我们民间这样一起来让我们教育体系得以落实 有超过百位学生参与这项比赛 新民国小校长分享 诚实才能开创出更多机会 我认为我在学校其实也一直重视强调 诚实是美德 那你有诚实才会获得人家的信任 有信任才会带来机会 那你对个人来说 机会是长长久久的 对企业来说永续经营 不是说诚实才有成交吗 因为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 其实是要互相的相辅相成的 学校在推广运用于社会企业 这样子的话一定会有加成的效果 Cnews会的新闻榜台北采访报道